深圳电子厂倒闭了 又有几千人加入失业大军 这边赔偿是怎么算的 赔偿 深圳又有一个港支电子厂宣布关门倒闭了 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我现在在深圳西乡 新安电器的电子厂的门口 这个招工的横幅还是新的 怎么突然就倒闭了呢 门口就有一个银行自动取款机 方便查一下工资到账了没有 新安电器 今天是这个厂结束经营的最后一天 不知道有多少员工最后还坚持在岗位上 进不去啊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 园区里面确实人比较少 这边应该是新安的员工宿舍这边吧 爆破公告 这边的地有可能被官方给征收了 这个后面是一座山 需要爆料吧 现在朝里面把里面拆了对不对 里面有事业金每个月两千多块 对不对 哪有那么多人 你都说的就是像人吧 我说你也不相信 我我正式工劳动法 临时工 我太清楚了 可以少个吗 加个微信 给你做日节 大厂裁员了 很多中介闻着肉香味就过来了 招工需求 这里面应该是新安电器的员工宿舍吧 已经有人到这个路上来拦截招人了 准备这些人笛子了就把他拉过去 你看每个人拿的笛子金好开心啊 笑的好开心 今天正式关门了 对啊 我们这里倒闭了 全部都走了 我们这里都今天全部清了 三高解散了 这边赔偿是怎么算的 啊赔偿 赔偿啊 赔偿 恩呢 恩加一吧 没有加一只有恩 只有恩 我感觉这片要全部拆掉 外面修了一个地铁站吧 这边全要建那种高端的鞋子楼 工厂就全部给你搞掉 哇 今天是8月18日 成立38年的新安电器 今天正式 是要解散了 这老板应该是个讲究人啊 香港人听说很幸分水 今天这个日子应该是特意挑选的 哇 外面已经拆掉了 这应该是饭糖吧 这里面好臭啊 有一股死老鼠的味道 这里全部拆了 不记得都要拆掉 用来盖房子啊 想当年这里也是几百人就餐 散落一地的招聘单 基本上都是5500 哇 一股死老鼠的味道 走了走了 快餐 打工人的快餐 自选快餐 现在都 这应该是那种厂里面的干部宿舍 也空了 小超市 二楼员工食堂通告 新员工 顶米饭 请上二楼 可在一楼刷早餐 这里应该是 这里应该全部都要拆掉了 哇 关门了 厂区里面的阅读室 读书室 新安电器有限公司 还挺大的 外面就是他们的车间厂区了 这边是宿舍 饭堂 还有阅读室 哇 物是人非啊 出了厂区的大门口 这边就是生活区了 吃饭 阅读室 还有一些小超市之类的 二楼快餐七元 堪比挂逼餐 这里面还在开 六天 十小时 差不多就是五千五吧 这就是深圳的工资了 新安电器有限公司 新安电器有限公司 最早成立于1985年 主要是帮别的公司代工 家用电器 电热烘机 啤酒机 磨刀机 咖啡壶 包茶机 卷发器 电烤箱 今年深圳很多厂子都宣布倒闭了 据说是因为产业店发生了变化 造成了订单减少 然后还有一些是因为疫情冲击 造成了资金店断裂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些厂子倒闭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了 这牌照东京56 我就想问一下这算不算乳滑了 还搞了一个小小制服 还有小帽子 这不是那谁的皮肤吗 一栋两栋三栋四栋五栋六栋七栋八栋 这应该算个大厂了 一般的小厂一栋 都塞不下他们的员工 可惜啊 卖地还是卖地赚钱 开工厂不赚钱 大批员工出来了 不金钱啦都要啊 不金钱了都有啊 你要想说你钱 同学店铁巾都有 到来 一天就 网上有文章报道说 这个厂区的巅峰期有10万人 这8栋楼应该塞不下10万人吧 你看到富士康的厂区有多大 才几十万人 今天居然没有人维权 出乎我的意调 哇 厂区里面好多人出来了 哇 现在干工厂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少啊 都是这种中年人比较多一点 这两个人吵起来了 这个白衣服说这个黑衣服的拍到他了 可能是他失业了 派这个黑衣服把视频发到网上 让别让让让朋友看到吧 很多人都在等打卡下班了吧 应该是吧 已经4点55了 应该还有五分钟下班了 他们在等待打卡了 应该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次打卡 这个场应该还是有几千人吧 看下班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 最后一天打卡下班了 就算给大家开玩 拍到这点儿 就这样 拍到这点儿 拍到这点儿 还要拍到这一点儿 拍到这点儿 如果发生点头 有点儿 拍到这点儿 拍到这点儿 有点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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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